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以后的朋友也请留言 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由于本次一切的影响 德克家人已经二十多钱了 我以前拍摄的视频也都是外面拍摄的 现在不在此忙 所以视频也就无法更新了 还有一些朋友吃意好奇 问我到底是个盖撒的 我这里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做这个自明器也是一种 也应该好 也可以是一种简直 其实我的主要职业是维修行业 可是视频里从来没有持下过我的 从事的职业 其实我是一个老厨修理国 从事维修行业已经二十多年了 自由从事就是加油间器 汽车间路 摩托车 楼机 选择机 这些的维修 不过在今年 加油间器和汽车间路 也就不需了 现在自由从事的就是摩托车 和楼机维修 还有一个职业 也可以设施 与我的这个 刺密器来有很大的联系 就是楼村红旗摄像 也有我的爱好 喜欢照相 喜欢陪摄视频 所以是十年前也就从事了这个楼村红旗摄像的职业 这两年 刺密器 短视频的行器 所以是我就又从事这个刺密器 短视频的操作 最后的视频 我想 稍微到我的 正式生活这期 给大家呈现最正式的老厨生活 以及 老厨最正式的一些状况 在这里我就借在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管制一下 在这里 祝大家省其健康 万事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